美国军风正在叙利亚戴尔佐尔省油田产区修建两个新的基地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些时候表示 美驻军将保障叙利亚东部石油产区的安全 根据消闲市掌握的数据 美军正在苏尔居民点附近建立基地 该地区集结了大量的工程机械 美军曾派了250至300名官兵 以及装甲运输车和重型装备 土耳其发起和平源泉行动之后 美军开始撤出叙利亚北部 随后扩大对戴尔佐尔的物资输送 上周美军向戴尔佐尔省派出一支 由170辆运输工具组成的车队 这是近期来美军从伊拉克向叙利亚调派部队和装备规模最大的一次 报道称美国利用奥马尔油田作为基地 此外美国还在戴尔佐尔省其他三个地区拥有基地 俄罗斯总统叙利亚问题特使拉夫连纪耶夫 10月28日向记者表示 叙利亚东北部的油田地区应该由该国政府掌控